以往动物节习俗会把艾草挂在门边辟邪 而现在艾草可不只有这个功能 花莲慈祭医疗研发团队 发现艾草萃取物具有保护脑中神经细胞的潜力 有助于减缓神经退化以及老化 对抗巴金森氏症并将研究成果 发表于国际知名植物医学期刊 期盼透过中西医配合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根据2021年台湾健保资料统计 在61岁以上老年人口 院每100人就有超过1人罹患巴金森氏症 花莲慈祭医院院长林兴荣 带领副院长何宗荣黄志阳与中医部等研究团队 针对本土中草药的艾草进行深入探讨 研究发现艾草萃取物能有效改善巴金森氏症小白鼠的运动功能 并减少脑部黑植致密区域的多巴胺神经元死亡 我们艾草可以吃饭地 可以避穴 可以民间的食用 我想它会有很多很多的帮忙 这个里面的艾草 发现对多巴胺神经有帮忙 它可以让多巴胺神经这些新陈代谢 变了里面基础的蛋白质废弃物 它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这些神经细胞就会有正常的运作 这是西医主要的社会 我们是医院长的坎队 地线里的坎队 他们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 那这些研究呢 它里面用西洋的斑点分身的机照 做得非常清楚 就是给看在来的很荣技 并长好的 很张好 会怕金针针针针针 是因为很多的坏蛋白呢 本来会被制止作用把它吞掉 可是很多老化的人都吞不掉 对 那吞不掉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溶媒体 就吞進去之後這個溶媒體裡面比較酸 把這個蛋白質把它溶解掉 它溶不掉 結果我們發現我們給了這個艾草萃去之後 它這個自私作用的活化機制都被活化起來 溶媒體裡面這個溶解的功能也增強 所以這些蛋白質不只是沾黏 將來它會被吞掉 會被溶解掉 這個是結果在動物實驗更明顯看到 這動物之後有帕金森之後 它在骨輪上站不久 它去做抓力實驗的時候抓不住 那我們用很多的實驗證明就是 喝了這個酒萃之後 它站了更久 而且它在抓這個抓力的時候也抓了更久 所以就不會再 神經不會再抖動 那可以恢復這個帕金森的這個症狀 華林慈願表示 艾草萃菊物除了提升細胞自我清理 還可維持立腺體的穩定極具抗氧化壓力效果 有助減緩神經退化與老化 在巴金森市症治療上 中醫可以透過針灸用藥和現行西藥配合治療 達到更好效果 研究成果並發表於國際知名植物醫學期刊 但也提醒民眾 不論是中醫、西醫或核療 艾草萃菊物是經過專業醫療團隊評估和取得 才能安全得到治療效果 接著長幫眼華林醫師報導